往返水源村、华联市还有吉安湘的水源大桥 由于桥墩和路面有落差 机车还有轿车行驶的时候相当危险 常常有意外情势发生 而秀林湘民代表邱惠英除了向秀林湘公所反映之外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行驶人新的安全问题 水源大桥可以说是水源村民往返华联市和吉安湘中央的道路 也是沿沿夏日游客逼近之路 水源村民代表邱惠英表示水源大桥 A桥和B桥的桥段和路面落差相当的大 尤其说明骑机车摩托车和行驶在桥上的路人 常常有意外的情势发生 水源村民代表邱惠英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加以重视 那因为我们怕影响到村民行车的安全 与桥段的高度的太低 所以我也提案到AB桥的桥增的高度可以提高 希望说桥面的整个设施可以配合我们太鲁阁 一些风貌让我们一些不同于族群的游客进到我们水源部落 让他们去看到我们太鲁阁的一些原始风貌 休闻下面的邱惠英表示 愿意夏日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二连的县民和游客就会涌入水源村来这边玩水 而行驶在水源大桥上的驾驶人不知道桥段路面有落差 邱惠英表示除了向休闻家公司反应之外 也请相关单位能够正视洗男权 记得请你休闲不老